新北市板橋高中六月底 召開校務會議 修正服裝 移用的規定 從新學年開始 無論是制服褲子或裙子 不再區分男女生性別 等於是男學生想要穿裙子 來上學也可以 男女學生一起穿制服裙 走在校園當中 新北市板橋高中 今年五月校慶週時 學生會發起了板中男群 群聚效應活動 引發各界關注 甚至引起部分人士反彈 而校房在今年六月底 召開校務會議 決定鬆綁服裝儀容規定 透過這樣子的修正 讓同學能夠尊重多元發展 然後尊重自主 校房指出 原先規定服裝以學校購買為主 校園內不得穿便服和社團服裝 而且男生穿深藍色長褲 女生是深藍色下裙和長褲 裙子長度不得短於西上十公分 修正之後 服裝以學校公告樣式為主 不得穿便服 同時也不再區分男女生 只規定穿著素面的制服褲子裙子 以藍色黑色為主 等於男生可以穿制服裙上學 學校就是沒有 所以為了要讓鼓勵男 就是鼓勵男生要來穿裙子進校 而特地去修這個法 比較開放 女生也可以選擇 你今天要穿裙子或是褲子 難免會有一點點的病 但是就 因為身邊同學也都還蠻 相應這個活動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什麼麻煩 既然女生都可以選擇要裙子或褲子 那我覺得男生教育來說 也要可以有同樣的選擇權利 尊重多元的性別棋質差異 學生表示尊重個人意願 至於放寬規定之後 會不會有很多人嘗試 還要觀察 而教育部也回應 樂見學校經過民主程序討論 以行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記者曹英俊朋友組新北市報導